好 这个兔子该怎么去画呢 很多同学刚开始过 画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呀 今天教大家一个超简单超真实的画法 首先三个大圈 盖过出头部 两个门洞呢 是他的耳朵 带一点点身子 眼睛在两个小圈的这个位置 画出眼睛的水平高度和头的中线 两个椭圆形 盖过出眼睛的位置短 只限画出鼻子和嘴巴 接下来呢 把眼睛的细节稍微的去刻画一下 比如说外形呢 它像一个半圆形里面的高光的位置稍微的带出来 把这个耳朵的两个面去分开 脸的周围的这些外形稍微修饰一下 用橡皮擦掉多余的辅助线 找一根铅笔线 整体的平图一遍 接下来呢 我们再画一下它颜色比较深的位置 比如说两个眼睛的颜色 右边的这个耳朵 左边这里呢 它是朝前的 这个地方颜色要加重 左边的这个耳朵整体都要加深 两个眼睛中间这里呢 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 这么竖着去排线 把中间这一块的颜色加深 鼻子的上边 左右两边两个小球的这个周围 颜色稍微加深 把头和脖子去分开 接下来我们就找一张纸巾 把刚刚加深的地方整体的去擦匀 先擦这些重的位置 按照毛发的生长方向去擦 这样擦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把重色擦好之后呢 纸巾换一个比较干净的面 把周围浅色的地方整体的去给它揉匀 好 揉好之后 我们找一个比较尖一点的铅笔 塑造一些比较深的细节的毛发 顺着它的生长方向呢 稍微的去带出来 注意一下它的这种深浅的变化 嘴巴的两边这里 加上它左右两边的睫毛 用橡皮的尖尖把眼睛里的高光提亮 以及整体上面一些比较亮的小毛发 稍微用橡皮的尖尖去轻轻的往出提 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去擦 鼻头这里稍微的去提亮一些底下的浅色的胡须 最后呢 用铅笔加上它比较深一点的胡须 我们这个小兔子就搞定啦 大家学会了吗 嗯? 嗯? 嗯?